上有天堂 下有书航 这一句是用来形容 书州和杭州的美 有如人间天堂 这一次我们将带大家 去到闻名已久的杭州 杭州之美 美在西湖 说起西湖 它有着许多优美动人的 神话以及民间故事 其实西湖是一个西湖 根据史书记载 远在秦朝时 西湖还是一个 和前堂江相连的海湾 耸置在西湖南北的湖山 和宝石山 是当时环抱着 这个小海湾的两个夹角 后来由于潮汐的冲击 泥沙在两个夹角 淤积起来 逐渐变成沙洲 此后日积月累 沙洲不断向东南北 三个方向拓展 终于把吴山和宝石山的沙洲 连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冲击平原 把海湾和前堂江分隔了开来 原来的海湾变成了一个内湖 西湖就由此而诞生了 杭州西湖 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 杭州市的西方 它以其秀丽的湖光山色 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闻名中外 是中国著名的旅游圣地 也被誉为人间天堂 2011年 杭州西湖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路 也是现今世界遗产名目中 少数几个湖泊类文化遗产之一 公元822年 年过半百的白居易 来到了美丽的杭州认刺史 官场示意的他 在看到西湖山水时 精神为之一振 到杭州的当天 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 杭州刺史卸上表 从此开始了伟大诗人 与美丽山河的千古绝恋 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绩多不胜数 但其中最突出的是 疏通六景和驻西湖湖堤 他首先疏通的是 李庆四十年前开凿的六景 其次便是整治西湖 逐渐湖堤 四别前唐山水后 不多饮酒揽淫湿 欲将此意平回照 暴雨西湖风月之 公元824年 白居易三年任满 一开始他为杭州人民留下一壶清水 一道方堤六景清泉 二百首诗 当他任满离开时 老百姓扶老邪幼 单四所将 清城为他送行 一一西别时 白居易回赠了一首诗 睡众多贫乎 农积足汉田 唯流一壶水 余辱旧修年 宋别白居易 西湖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更 1071年 西湖又迎来了他历史上的另一位贵人 苏东坡 在杭期间 他正在安宁 治理河岛 公元1090年 他亲自为西湖请命 上书宋哲宗 写下历史性的文件 启开杭州西湖状 那著名的断言 杭州只有西湖 如人只有眉目 盖不可废也 便出于此 这之后 异常前所未有的西湖整治行动开始了 从下到秋 苏东坡发动全城募捐 动用了二十万民工 终于把西湖治理好了 多余出来的淤泥蜂草 便逐就了今天的这道 与世文明的苏堤 苏东坡在杭期间 筑堤一条 吟诗牵手 从他的时代开始 展现了天堂初见 可以说 西湖是从这时起 才开始真正成为人们流连忘返的风景圣地 大家都知道 西湖实情都是四字景目的 苏堤春晓 平湖秋月 同时 西湖文化景观里 还充分包含了春夏秋冬 晴雾风雪 花鸟虫鱼等 关于季节 时段 迹象 种植物的景观特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